哈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差点哈喽大家好 我是潘大帅了 来看一下SMD对阵5C的第一局下半场 上来抓勘探员 是不是带个闪线 我觉得打这张这种可以带个闪了 都不用带放狗的 信徒这边 切一手 看一下怎么说 跟要抢窗 绕下去 磁铁补一手 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在确定对面绝活女巫的情况下 这一手勘探员真的拿的有那么一点点风险了 因为这个勘探员 打女巫 用处不大呀 或者说用处很小 那么来看看 果然带了一个闪线 因为根本不需要放狗 就这勘探员如果补成一个先知 我觉得这套中会更加舒服一点 你可以不要祭司 然后勘探员这个点换成一个先知 这边把娃给打了 多打一个娃 那边过来 机械师再给他补上一个信徒 女巫开始全面控场了 这把如果穷者输 多半是输在阵容上面的 下一个板子 这边闪现7秒钟 我觉得他可以把原生信徒拉过来来打 这个寄生信徒给他留着 一刀抽刀抽倒 那这里 因为他的寄生是交给了机械师 所以说这边得等原生过来 然后这边是顶过来来干扰一手电击 牵起来 在防吗 在防前锋 看了一手 15秒下一个寄生 人往外顶 这边一波打完之后 已经是一个女巫的优势局了 然后因为他这边是寄生刀打的 如果刚才用原生刀闪现打完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边先寄生给补上 然后往外一放 这边原生打一刀 你这边救 你来救救 你救下来 这看待遇也遛不动 我原生是有闪现的 原生是有闪现的 这看待遇是遛不动的 不可能遛起来 就这么说 这边追一刀机械师 我去 这机械师身上带着寄生的 你还敢帮忙扛刀 再帮扛刀 反而是多送一个 这边闪现给你来那么一下 闪现给你来那么一下 我去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闪 这个闪现交的稍微的有一点点草率 没事 还有一个闪 不可能遛得动 好吧 闪现一刀 对 就是在一个闪现女巫面前 勘探员的磁铁是不禁看的 就是用不了的 没什么太大一个用处 好了 这边两轮打完以后 娃娃再给你处理掉 勘探员二挂 前锋这边想把人撞下来 但是没能成功 这边先把人挂上 看待员牵起来 前锋这边要拉球来撞救吗 不太可能吧 这个撞救也没有必要 这边想来把人救了 再做下一波 但是前锋这样一刀吃完以后 前锋可能救不了人 这个人可能守木人要来救 全员已经都被打残 而且这个前锋 是有闪现的 闪现 哎呦大哥你别急 前锋这边可能拉球 拉球过去撞救 那边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拉走拉走拉走 一刀 没打中 前锋这边还真给他救下来了 没有博命 信徒这边是三个卡了 大哥他卡了 不会吧 怎么回事 这 别呀 这把女巫大好决 总不能怪我吧 他卡了是他设备问题 是他网络问题 那我们等一等啊 听一下解说怎么分析 现在求生者是把自己身上信徒都消掉了 而且看那状态也消失了 没事 卡了 就当给求生者留一手机会 我告诉你们 他只要现在能够连回来 网络不出任何问题 他依然能够打一个多抓的 他的底牌是 他是闪现的底牌 他后面还有一波切技能的机会呢 记住这句话就记住这句话 跟你们说没事 不要相信这种玄学 网卡归网卡 我给你们分析的是局势 就是这套阵容打女巫 本来就打不动 打不了 然后勘探员就牵制不了一个带闪现的女巫 这勘探员是上挂飞 对吧 虽然说信徒被削了 这信徒被削的确实有点烦 如果想赢 他肯定要修 他不可能去死保这个勘探员了 要看勘探员自己发挥了 对 这边的话 求人者这里的状态非常非常的惨 满状态只有一个守木人 守木人手上刀还有一手搏命 然后前锋这边是半血 刚才其实如果说这个前锋被闪现击倒了 这把斗已经结束了 所以还是建议一下 求人者这边该打状态打打状态 然后后面就让看探员自己单单其大人了 对 如果说他倒得过于快了的话呢 就往保平的方向去打 对 保不了平 我觉得这个局求人者想保平 得女巫这边再出一些问题才行 他们这个暂停暂停的有点晚 你早点暂停就好了 因为女巫他卡了以后 他自己是暂停不了的 他可能网络为延迟点暂停都点不出来的 他得需要有裁判来暂停 跨国控场 我谢谢你 而且一个四回队的暴点 看探员不被追的话 他会告诉你 让你提前拉点 这个情况下 可以稍微就是抢一下节奏 这样的话 即使建议者找到突破口了 能够将他击倒在遗产机旁边 一个博命也能及时带走 对 反正就算带不走的话 一个博命再开另外一台新机吧 除非说留下一个三连 就是求人者不能给到建议者任何机会嘛 该打状态打状态 及时的护驱 这样的话 进入一个求人者去运营建议者的阶段了 对 机械师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翻翻道具 因为他两个挖已经 对 机械师要翻箱子 这把求生者要 我就不说求人者真胜了 我觉得求人者是不太可能的 有机会去争一个多跑的 就看宝瓶 他们宝瓶都需要很多东西的 首先机械师是上过挂的 这个机械师在路面就是二挂 待会就是一个上挂飞 这个勘探员女巫如果硬追 那么可能求人者再能修掉两台电机 剩最后一台 如果说这个勘探员 他要牵制掉两台电机 就是他被挂的时候 如果电机能点亮 我觉得穹瓶和宝瓶是有机会的 如果开耐员不牵制起来 这个局我觉得还是女巫的一个大优 真一个多抓的一个局 因为还有一首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知里刚刚讲的遗产 如果说一旦出现就是半场三连 因为刚刚局势太紧了 我没有看那个电机的一个分布 我记得那个马戏团电机 守木人是在修的 不知道有没有修开 如果说留一个半场三连 女巫甚至可以看情况来踹失常的 一旦是出现就是机械师 比如说二挂对吧 然后又有遗产 我这边遗产一脚串 然后你这边救下来 管你有没有拨命 击倒以后挂飞 剩两个人 当然前期是要抓到这个勘太元 目前就是凡就凡 但这个勘太元 我刚刚没有注意到 他已经是过河去鬼屋了 女巫这边的话 跟过去原生信徒的闪现 我记得刚刚已经交掉了 所以闪现还没有好 再补一个信徒 给勘太元 花的时间得有多少 这勘太元如果牵制起来呢 那又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那波 不是那波闪现打到 或者那波没撞到 然后前锋被打倒了 就没了 一直派个信徒 跟着他的没办法 他只能去找守末人 找守末人的话 那守末人又要被干扰 那这把密码机就修不了 这把就是一个四抓 那现在这种情况 就看看勘太元 会不会被白嫖到刀了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女巫手里是没有技能的 如果勘太元不给机会 一个磁铁对吧 稍微稳一波节奏 没有被平地拿刀 那他这种局的话 女巫只能去控场 是的 其实在就是鬼屋后侧呢 我甚至觉得 这勘太元要不比二了 待会再说吧 如果说是一个半场三连啊 就这看待于不要了 你爱在这边 爱怎么玩怎么玩 你最多就是当一个移动的医疗阵 你在核对岸对吧 队友受伤了 来过来我摸你 我磁铁有了 我来干扰一下 你敢过河吗 你过河带你走 这个时候控场 我觉得 我现在想了一下 觉得我把 把这个 把这个攻击的苗头 把这个苗头 压到机械师 实际上会更好一点 一个白板机械师 二挂 抓了以后 女巫就保平真胜了 好像更好一点 我们等一下吧 这边 刚才那个网络卡了好久了 这女巫啊 站在那边 信徒都被削了 她才暂停的 我觉得追看待员 可能会给到 穷者一些机会 不追看待员 抓机械师 可能是目前 我回忆上面 回忆起来 这场面上 最好的一个 那个 选择了 因为看待员 已经过河了 女巫 她这边刚才 她的本体卡太久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看待员半血 机械师 这边 电击点掉 那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半场三连 看待员这边摸好 哇 这前锋看待员 已经在鬼屋了 那这个局 好像稍微有点难打 没有半场三连 她守不了电击的 这边是 盒的两边 各有两台 就总共四台电击 左边四台 右边四台 找守木人 全员补成满血 这样的话 介石修得还很快 拉过来 原生信徒拉过来 这边来追守木人 守木人交不交产 先给你来 那么一刀 好 这个守木人 闪现好了 闪现好了 这边是想要打控场 想要打控场 也行 慢慢来吧 这个局也没办法了 出现这种问题 谁都不想的 打一刀闪现带走 没有搏命的 看待员鬼屋的电击补掉 这边最后台电击 机械师已经修了一半了 那可以做一波压机救人 安排前锋来救 然后一个看待员贴门 一个机械师中间翻箱子 闪现一刀 闪到了 闪到了 闪到还行 他这闪 我以为没闪过区域呢 两个人和修 挂上守木 守木有一根铲子 这边来做防守 勘探原来救人 上挂飞的勘探原来救人 要配合前锋一起救 好像 这边寄生 寄生要补给勘探 对 开门站的时候 寄生补给勘探 即便如此 我觉得女巫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勘探 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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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打 救下来 好 这边看怎么盘 这个局 看待员这边寄生 已经有了 所以说开门站的时候 这看待员没有子圈的 相信把 想把我们消 打一刀 这看待员 有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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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这边的信徒 守木人的信徒 能不能秒了 这看待员 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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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手过来闪现一刀 带他走 好的 挂飞 是不是 挂飞 以后我这边 再来找机会 机械师那边 他底面还没有交代 能不能切个传送 守住机械师的门 守不住机械师的门 抓这边守木人 也能 保一个瓶 但保一个瓶 对于女巫来说 这局确实有点亏 他这边好像是想要往 保兵方向打了 守木人交铲子 前面有地窖 这里还在管门呢 前面地窖 人家门都开好了 这不会真跳地窖了吧 这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队友走了 地窖 哎呀 这地窖刷的 三跑 哎 也没办法 那波卡确实卡得太久了 那我们稍使休息 看双方第二局